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还是保持着流逝戏剧 不轻一点就让观众捧腹大笑 经过20年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疑问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的推动力 我要写第三集 完完全全解释给你们听 第三集才是真正的爱情故事 他是一个很仁慈很和蔼的一个小老头 他是一个很鬼马 特别像一个多变的孩子 他没有那种大导演的那种价值在 他的切入点非常的明确 让你很快地就领悟到他想要表达的精髓 这个电影是我三十多年来最特别的一部电影 所有的人一见到我都说 导演我是看你的电影罢 我看过有数次 里面所有的对白我都能背负 天哪 所以他们带着一份激情来拍这个电影 有一天刮六七飓风 看着我自己的整个井整个旁 整个跨掉下来 最后哪天晚上 我们在六七大风里面拍我们这场戏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 如果你能坚持对自己有信心 我觉得这个是凯亦克服的事情 二十年了 我觉得能就再拍一次是我的福气 希望观众喜欢他 就像二十年级你们喜欢他一模一样